來 我講一下這個 這個也是立法院的障眼法 農家鄉 你早也講了 說什麼 三名三名 不好意思 今天立法都不好意思 立法院通過捷御邀賴總統國情報告 賴總統會去嗎 賴總統說我不會去 昨天就找總統府發案人講說 我沒有要去 我在等大法官的暫時處分 我在釋憲 我沒有要去 對不對 所以觀眾朋友 立法院通過捷御 賴總統昨天已經講說 我不去總統府發案人出來講的 請問立法院能拿賴總統怎麼樣 我跟你講一點辦法都沒有 是不是這樣 你又笑你來 最好不騙 就真的這樣 你也不可以罵 你也不可以罵 你要罵 你就不可以罵 你只能罵他而已 來 籤子 這是我們的火旺老師 已經退休 台台的教授 用民主 反民主 賴總統就是犯例 他本人就是這樣 你立法院 因為火旺老師講的很公道 你立法院通過的什麼國會改革無法 或者所謂的這個國情報告這些東西 榮獲有可能是違憲或是有些地方 可是畢竟他是一個民主的殿堂 對不對 他這些民意代表包括謝龍介 都是一票一票 不管是你是區域票或是政黨票 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我要請問賴總統 青鳥的民意基礎是什麼 這都是立法院議員 不管你是教他 不教他 黃姐也是立委 黃姐也是一票一票選出 那青鳥是什麼 什麼叫做 你就是用民主 反民主 你用青鳥來威脅大家 在清德總統有人這樣幹的嗎 從李登輝 陳水扁這樣一路下來 哪有人總統 你們如果這個沒有不接受 道法官的話我青鳥會飛出來 又擲恐嚇了 沒有人這樣太陷了 總統做到這樣 你在台南市議會 你跟謝龍這個項目 你跟謝龍在對下 因為那是台南市議會 那是不倫 那時候你是市長你是市長 你的層次比較低 現在農介已經做到立委 你做到總統 你還來台南這一套 你把大家都當成吳建堡 把大家都當成李全教 你也好了 動不動就清鳥 你像個總統嗎 搞什麼鬼 還說人家反民主 反民主的人就是你賴清德 先知我們全國的檢察官 有1300多個 我要提醒吳宗憲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當過檢察官 現任的檢察官有1300多個 你要分架鬼 要先打一下草稿 沒的衰竹 這個一陣前就在跟友台連線 友台連線這個一定要吸引點閱率 說都寫得很險 是辦鄭文燦第一人 你有辦過鄭文燦 鄭文燦被你辦過要想 辦鄭文燦第一人 我聽你講 還什麼你了解鄭文燦的 比他太太料他的作息 你辦的是鄭文燦的乾爹 差這麼多 你根本不是辦鄭文燦 好不好 你也好了 鄭文燦的乾爹你搜索不到一個月 就把他起訴 你還賤請法官重新量刑 鄭文燦的乾爹最後被判 2019被判多少 被判六個月 一顆罰金 2015收回2016就起訴 你有監聽兩年多 你如果有監聽鄭文燦的乾爹 我沒關係 你有監聽鄭文燦嗎 那個錢子 鄭文燦的乾爹拿多少錢 你知道嗎 拿5萬 拿台米 黑暗那個副局長10萬 這種案件 一個白手套拿5萬 送給副局長10萬 這是什麼鳥案 農街上聽到就想要笑 這種東西拿出來講 當年的媽媽嘴命案 雙氏命案 後來就是吳宗憲辦 吳宗憲我沒有時間罵你 為什麼 因為你不重要 觀眾朋友 我們不能犯人 從台北看天下的毛病 因為那個都是災錄 前子你看上個月 因為美國總統的投票 是11月5號 他們只有兩場辯論 一個是6月 一個是9月 6月那一場是拜登的災難 就完全表現得很差 在第一場辯論之前 外國媒體也講說 台海問題是焦點 結果6月的第一場辯論 兩個人辯論完了 根本沒提到台灣 你是在殘民 你以為你自己很重要 其實人根本沒有談到你 川普的這種講法是第一次 他講很多次 你如果第一次聽到 那表示你平常沒有認真 在看新聞 你就看 你搜尋川普南韓 這四個字 你看川普怎麼講南韓的 我跟你講 我絕對不誇張 川普南韓打出來的那個論述 跟剛剛前子講的幾乎一樣 南韓很多錢 我們為什麼要派美軍在南韓 叫南韓多付一點保護 他講了很多年 你第一次聽到嗎 那這個各位觀眾朋友 你要看清楚這個東西 因為龍介兄在現場 我如果講錯 請龍介兄來指教 任俊兄跑立法院很多年 康仁俊看這個 光你看看這個 他們都很清楚 這是騙你的 這個叫什麼 附陸觀光什麼禁團令 立院決議解除 有解除嗎 沒有 哪有決議解除 你新聞是看你帶去 是立法院的決議要解除 可是有解除嗎 根本又沒解除 你是立法院建議 立法院希望解除 可是我就問大家 龍介兄很清楚 前子昨天最後一天法案大清倉 很多法案在草野協商 法務部長有來嗎 交通部長有來嗎 陸委會主委有來嗎 他們連去都不去 他根本沒有把立法院 沒有把韓院長放下 你叫草野協商 你叫來就來 你誰啊 他們這幾個部長連來都不來 這藐視立法院 草野協商是你們家的事情 交通部長有來一次 仗沒來 只有來一次而已 仗沒來 仗沒來 對 仗沒來 協商沒來 對啊 這個有決議 有通過 根本就沒有通過 這個就是打假球 根本就沒有通過 我回應前子剛的問題說 像川普這樣子 那個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 所以觀眾朋友 你不要被川普騙了 我們押保在美國身上 拜登沒有叫我們保護會嗎 沒有嗎 只有共和黨跟你要錢 民主黨執政 我們就不用交錢 都有糟了 你看佩洛西 我們國會山莊的遊說是 是落多了 對不對 那是我們現在立法院的監督 監督外交國防委員會 這些機密外交預算 通通看不到 我們花了很多的冤枉錢 在美國的兩大黨跟國會山莊 我們很多錢砸在那上面 包括美國的智庫 華府的那些智庫 我們其實都暗時在土內 你去看人家的網站 那個上面都寫台灣外交部 都是我們公然在捲 那都是買來的 你以為有這麼好的 這個不用錢的午餐嗎 不可能 那是我們跟著選出的 賴清德 蔡英文 抗中保台逢中必反 必須的代價 所以前子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 王毅跟布林肯 他們之前在國外的論壇 有一個對話 結論很簡單 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布林肯說 你如果沒有坐上餐桌 你就會在菜單上面 布林肯講的 你如果沒有辦法上餐桌 你就是在菜單上面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就在菜單上面 像馬英九這樣子 可以跟習近平平起平坐 和平的坐下來談 有什麼不好嗎 可以在新加坡見面 可以在北京見面坐下來 也大不了你 也小不了我 大家和平的坐下來談一談 不行嗎 那我們為什麼要在菜單上面 任人宰割 人為刀署我為魚肉 讓川普這樣撥想說 你們要多交一點錢 錢是我問你喔 交的錢就沒事嗎 你現在是不是跟我們講說 交的錢就沒事 交的錢就沒事我交啊 問題就是你交的錢 也不見得沒事啊 烏克蘭不是最好的例子嗎 我給你F-16你也飛不起來啊 你叫誰去飛 沒有人會飛啊 我飛機給你 你自己弄飛行員 等你訓練好的站著就打完了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的處境是這麼的危急 當選總統的是謝龍介的朋友 請點贏 請點贏 你也是太假笑 請點贏會不會出來 這種氛圍還有三年多的時間 我們還要面對這樣的總統 這樣的國會三年多的時間 說得真要聽到一遍了 是 講說叫保護費 我們就真的平安沒事嗎 這個我也回答不出來 因為川普沒有給我們掛保證 他到底會不會當選美國總統 我也不知道 剛剛講到漁船的一些爭議 觀眾朋友我們來看看 大禁滿號 已經被中國大陸流制 超過兩個禮拜了 陸委會有跟這些船員 還有船老大的家屬 有來慰問 來問他們 有一句話讓家屬非常生氣 陸委會的官員問他說 你現在進度如何了 進度如何了 這些焦急等待的家屬 因此炸鍋了 某種程度也凸顯 陸委會可能也沒有 任何聯繫的管道 我不知道現在狀況如何 在所有的前 如果去外國 就是頭過海旗飛 六尾飛 替專員去講 不要讓我們留三個月 兩個月 一個月 因為是一到三個月 他們的準讓我們扣來也是這樣 就罰多少錢 要給他多久 時間過 你放下去 告誡 這個本來過去就是這個慣例 你不要問問說 我們的朋友看到我們的準法 我們的海巡速轉到點點 不要讓他漏開 出力就會漏開 所以我有把監控 他也說不定 我有監控 監控你 你的意思是都別說 都別說 都點點 不是別說 蓋裡要漏開 蓋裡要漏開 像是動聲炸那麼多 不要再漏下去 但是 富裕 你本來把我們拿去 你看看 平衡點點 摸回回來 錢去叫的 百五萬 百六萬 百八萬 當時衝刺鳥交的時候 他為兩百海力 你知道那些 蜘蛛的資源多少 我們不能進去 他說什麼 不然 兩百海力的 九五海力 一百九十五到二百 這瓶給你們的 有惡事嗎 馬總統還跟日本 完成蜘蛛學議 定義 拿到七萬兩千兵方公里的蜘蛛 兩塊台灣民間 比較大的蜘蛛 大家會被嚇 甚至是 蜘蛛玩 派軍艦去蜘蛛 你不記得了 現在三個家出唇 讓日本的蜘蛛 讓人蜘蛛 你就已經聽得到 不要說讓日本蜘蛛 蜘蛛 錢拿去蜘蛛蜘蛛回來 蜘蛛是很無難的 我告訴我 所有蜘蛛蜘蛛 他們一定會找我的 尤其去給大家蜘蛛說 拜託 看得到 想蜘蛛就對了 按照法的 大家蜘蛛 台灣蜘蛛 也是討過朋友說 探聽了一個看 沒有 我就蜘蛛蛛的 一個月 不用再說 那就是一到三個月 留置 我說這台灣的不來 剛才揮文說 我說 我做一個台灣的小孩 我是很感慨 他說拜託不然這樣 無法 拜託不用說話 你慢慢把你拿去 慢慢收 拿多少不知道 像在收火錢 慢慢收 拿多少我也不知道 時間到你就要結束了 所以為什麼 現在跟你說 好 蜘蛛今天 背兩隻來 後來背幾隻來 要的是什麼 今天老共化業中線 要的最後就是要增加軍備的費用 您都不知道 鋪陳 鋪梗 六年前 川普說什麼 大陸就是一個桌面 他在那個橢圓桌上 台灣就是這個筆尖 六年前他還沒那麼嚴重 然後到他去北約 到別約的時候 你們軍費要達到GDP的3% 真的拿出來 北約 那是他最親密的戰友 再來 剛才揮文說的 韓國 還有一國 日本 包括日本 再來現在菲律賓 你當作 你感覺給我贏下去 都沒有 不是這樣而已 所以台灣 川普現在學習了 台灣不是只有筆尖 台灣這個筆尖 可以劃破桌面 可以讓這個桌面造成傷痕 所以我要善用這個筆尖 而且筆尖讓我贏 你面貼不夠 你就要再自己塗 我跟你講 這國際的地緣政治 跟大國之間的博弈 這造成台灣坦白講 是很無奈 那如果今天領導者有智慧 兩岸可以和談 進入很好的氣氛 我跟你講 我們還是要繳保護費 還是要 當年國民黨執政 那八年還是一樣 該買的要買 但是最少省一半 最少會省一半 那你就可以多做很多事情 如果你今天不斷挑釁 製造越來越緊張 那你把它拉高 你就要負得更多了 任俊兄 我現在講大進滿這件事情 因為剛剛是提到說 有媒體講說 我們的陸委會去詢問 家屬進度是怎麼樣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在7月3號的新聞 當時大進滿號 剛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農業部漁業署的署長 叫做張正勝 他在這個報導裡面怎麼說的 到張志勝 他說這個事情 農業部漁業署會請陸委會 接入協調 盡速把這個事情解決掉 這當時的相關報導新聞 都在這裡 那我不知道當時講說 漁業署將透過陸委會管道 跟中方交涉 交涉到最後是 由陸委會去問家屬說 這個事件處理到什麼樣狀況 這個張志勝署長要不要出來 說明一下 還是你那時候隨口說說的 還是你請陸委會協調 然後陸委會不理你 我不知道 因為這是當時的新聞 而且這是你受訪的時候的照片 這是大家網路上都還找得到 這是當時漁業署的說法 如果是一般海上的漁市的糾紛 如果是民間 一般政府過去的態度大概就是說 因為他屬於民間的這個糾紛 通常會有民間來自己去協助 去協調 然後政府大概就站在一個幫忙的角色 但這件事情看起來不是民間 對民間的於事糾紛 這裡面牽扯之後 中國大陸他是用官方的力量 官方的船隻把人給壓走 所以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陸委會 還要去問加速 那表示這幾天你們在吃飯睡覺 還是活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裡面 剛剛提到保護費的這件事情 對 我們確實就是 常常在繳保護費 我們的軍購就是在繳保護費 所以我們的軍購買得比較貴 可是我們買的東西也還沒來 所以當今天川普講的那個話 我知道有些人做不同的解讀 但是應該回來看 川普今天說台灣的這個晶片 把美國的東西給偷走了 而且你看媒體上用偷的這個字 甚至就是說 他們偷走了他的晶片事業 美國自己也想要做 那你做不做 商業市場就是這樣 但是川普的這一句話的代表性 來自於是 他很有可能會勝選 他現在講的這個東西 未來會不會變成政策 我不知道 但我認為或許有可能 所以我們的官方在這件事情上 又回應了 我們的這個佐隆泰 你們剛剛有個標 說佐隆泰說 我們會願意盡更多的責任 你要告訴我盡什麼責任 就川普的那個保護費 那個要跟我們拿費用的這個部分 到底是說 是台灣政府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必須要付出給美國更多 我覺得如果是這個邏輯 應該沒有人可以接受 因為過去我們不是強調說 台積電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因為有這個護國神山 所以全世界各國都會跟我們站在一起 這個過去的論述 大家都是這樣講 結果今天突然有一個川普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 我沒有要跟你站在一起 因為他說我們這樣 美國這樣做到底有什麼意義 所以他覺得要跟你 應該要跟我們收費 我們政府立刻回應講說 我們願意再付更多的責任 當然他轉了一個方向就是責任 那我們也很好奇 責任是什麼 我們過去所付的保護費 如果就軍購的這件事情上面 還不夠多嗎 但我付了保護費之後 我拿到了什麼 到目前為止交貨了嗎 好像還沒有 好可愛 感谢观看